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铁砂掌一号就与蒙虎队员李奇交上了手 铁砂掌一号伸手一扯 李奇用尽一拉 两个人就一起吊住水中 见前方队友落水 双方身后的队员迅速补上 蒙古副队长唐思南就与铁砂掌二号正面对峙 只见唐思南一个巧劲 将手一松 铁砂掌二号就被甩入水中 瞬间解决了一个对手 唐思南也很是得意 收回手的力气过大 身体止不住的向后退 踩着小碎步把他差点往水里掉去 幸好身后的队友及时伸出援手 唐思南才脱离落水的命运 玩了一会儿 蒙古们决定回归正题 挤下摇桥 对面剩下的铁砂掌们 就伴随着扑通声接连入水 让观众们不禁感叹 掌功虽然厉害 但摇桥还是得靠腿功了 28年桥上同学会 感恩老师感谢同学在今天的节目中 除了有选手展示自己的风采 还有选手们上桥感恩老师 感谢同学 是一对选手在桥上迎来了他们第28年的同学聚会 老友相见自然火花四溢 在前采区 一位女同学就向班长说出来 埋藏在心里28年的秘密 班长 我当年好喜欢你啊 面对同学突然的表白 班长的回答也是颇为风趣 哎呀 只怪我当年年少不懂事对不起你们了 当年我俩耳不闻创世 一心只读圣贤书 错过了多好的机会呀 要知道 她当时可是我们的班花呢 西校间时光飞逝 转眼就是28年的青春岁月 对于老师 他们也有很多的话想要说 班花女同学十分真诚 28年前她教育了我们 到现在我们也有各自的收获 班长更是带来了28年的钱的旧照片和一束鲜花 感谢老师当年的栽培 那些教会至今让他们受益良多 看见自己学生们在桥上团结拼搏的身影 老师也感慨良多 教育学本就是相互的 学生们在得到老师帮助的同时 老师也能从学生身上学习 就像这次参加摇浪校长桥一样